第九十七回 穆州城建设邓元诀 乌龙岭神著宋功名 诗曰 海上昆求好宝光 皆将左道自猖狂 从来写法难归正 到底伏击亦灭亡 无用良谋真妙算 花容神剑世无双 兴亡多少英雄士 看到清晰实感伤 话说宋江因要解救 谢真谢宝的诗 到于乌龙岭下 正中了石宝祭策 四下里扶兵齐齐 前有石宝军马 后有邓元诀 结住回路 石宝力声高叫 宋江不下马受降 更待何时 官圣大怒 拍马轮刀战石宝 两将交锋未定 后面喊声又起 脑背后却是四个水军总管 一起登岸 会同王继朝中 从岭上杀将下来 花容急出当助后队 便和王继交战 战无束和 花容便走 王继朝中 成事赶来 被花容首起 急放连珠二舰 射中二将 翻身落马 重军 中军呐喊声 不敢向前 退后便走 四个水军总管 见一连射死 王继朝中 不敢向前 因此花容 抵抵得住 四邪里 又撞出两阵军来 一队是指挥白钦 一队是指挥景德 这里 宋江镇中 二将齐出 吕方便迎住 白钦交战 郭胜便与景德相持 四下里分头厮杀 敌对死战 宋江正慌促间 只听得南军后面 喊沙连天 众军奔走 原来却是李逵 引两个牌手 向冲李滚 一千步军 从石宝马军后面杀来 邓元决引军 却在来救应时 背后撞过 鲁志深武松 两口借刀 横跺直砍 混铁缠杖 一冲一劫 两个引一千步军 直杀入来 随后又是秦明 李应 朱同 阎顺 马林 樊瑞 一丈清 王矮虎 各代马军步军 舍死 撞杀入来 四面宋兵 杀散石宝 邓元决军马 就得宋江等 回铜炉县去 石宝也自 收兵上岭去了 宋江在寨中 称谢重将 若非我兄弟相救 若非我兄弟相救 已与谢真谢宝 同为权下之鬼 无用道 为时兄长此去 不合余意 唯恐有失 便请众将相接 宋江称谢不已 且说乌龙岭上 石宝 邓元军 两个元帅 在寨中 商议道 吉木 宋江兵马 退在 铜炉县 驻扎 他或被他 思越小路 渡过岭后 木舟 直尺 威矣 不若国士 亲往 清西大内 面见天子 奏请 天调军马 守护这条领埃 可保长久 邓元军道 元帅之言极荡 萧僧便亡 邓元军 随即上马 新来到木舟 见了右丞相 祖侍远 说 宋江兵强人盟 势不可当 军马席卷而来 成孔有失 萧僧特来 奏请天兵遣将 保守关爱 祖侍远听了 便同邓元军 上马 离了木舟 一同到 清西县 邦元洞中 先见了 左丞相 娄敏忠 说过了 奏请 天调军马 次日早朝 王子方辣声殿 左右二丞相 一同邓元军 朝见 拜无以弊 当元军向前 起居万岁 便奏道 陈僧元军 领着圣旨 与太子 同守杭州 不向宋 将军马 兵强将勇 席卷而来 势难迎敌 至北 元军市 引诱 入城 一致 师县杭州 太子 贪战 出奔 而亡 近来 元军 于元帅 石宝 退守 乌龙岭 关爱 近日 连斩 宋江四将 声势 颇阵 吉木 宋江 已进兵 到 铜炉 铸 成孔早晚 贼人 思越小路 透过关来 令爱难保 请陛下 早选良将 天调精锐军马 同保乌龙岭关爱 以图退贼 克服城池 陈僧元军 特来齐情 方辣道 各处军马 已都掉进 近日 又为社州 御岭上 关爱甚紧 又分去了 数万军兵 只有御林军马 寡人要 护于大内 如何四散 调得开去 邓元决又奏道 陛下不发旧兵 陈僧无奈 若是送兵 度领之后 牧州 也能保守 左丞相 楼敏中 出班奏约 这乌龙岭关爱 亦是要紧去处 陈知 御林军兵 总有三万 可分一万 跟国师 去保守关爱 其我王胜见 方辣不听 楼敏中之言 坚持不肯 调拨御林军马 去救乌龙岭 有师为证 伪朝 势体 溃如雍 要请停兵 去折冲 自古江山 归圣主 昆求游字 望征锋 当日 朝霸 众人 出内 楼 丞相 与 纵观 商议 指教 祖 丞相 牧州 分一员将 拨五千军 与国师 去保 乌龙岭 因此 邓元 决同 祖世 远 回 牧州 来 选了五千 精锐 军马 守将 一员 夏侯 城 同到 乌龙岭寨内 与 石宝 说之此事 石宝 道 即使朝廷 不发育林军马 来退送兵 我当 且守住 关爱 不可出战 着四个 水军总管 老手 摊头 江岸边 但有传来 便去 杀退 不可 进兵 且不说 宝光国师 同 石宝 白钦 景德 夏侯城 五个 守住 乌龙岭 关爱 却说 宋江 自折了 降座 只在 铜炉县 驻扎 按兵 不动 一驻 二十余日 不出 交战 忽有探马 报道 朝廷 又拆 铜书密 击赏赐 已到杭州 听之 分兵两路 铜书密 转拆 大将 王炳 分击赏赐 投玉岭官 卢先锋 军前去了 铜书密 即日便道 亲机赏赐 宋江 剑报 便与 无用重将 都离县 二十里 迎接 来到县制里 开读圣旨 便将赏赐 分几重将 宋江等 参拜 铜书密 随即 设宴 管带 铜书密 问道 张晋之箭 多清德 损折降左 宋江 垂泪 禀道 王年 跟随 赵书相 北征 大辽 兵将 全胜 短地 不曾 折了 一个 将校 自从 凤赤来 征方辣 未离 京师 首先 去了 公孙 圣 价钱 又留下了 数人 进兵渡得将来 但到一处 必损折数人 仅又有八九个将座 并倒在杭州 存亡未保 前面乌龙岭厮杀二次 又折了几将 感应山险水急 难以对阵 急切不能打透关爱 正在幽黄之际 幸得恩相到此 同书密道 金上天子 多知 先锋 建立大功 后闻 孙哲 将左 特拆下官 因大将 王炳 赵潭 前来 驻镇 于是 王炳 击赏 往卢先锋 处 分表 击三 重将 去了 随患 赵潭 与 宋 江等 相见 距于 铜炉 县 管带 已了 次日 铜 书密 整点 军马 欲要去 达乌龙岭 关爱 无用 见到 恩相 未可 轻动 且柴 阴顺 马林 取 西辟 小 境 去处 寻密 当村 土居 百姓 问其 向导 别求 小路 堵得 关 那边 去 两面 加供 彼此 不能 相顾 此官 唾手 可得 宋 江 道 此言 极妙 随即 差遣 马林 燕 顺 引领 数十个 军舰 去村落 中 寻访 百姓 问路 去了一日 至晚 引江一个 老儿 来见 宋 江 宋 江 问道 这老者 是 圣人 马林 道 这老的是 本处 土居人户 都知这里 路径 西山 宋 江 道 老者 你可指引我一条路径 过乌龙岭去 我自重重赏你 老儿 告道 老汉 祖居于是此间百姓 累背方拉残害 无处逃躲 幸得天兵到此 万民有福 再见太平 老汉 老汉指引一条小路 过乌龙岭去 便是东莞 去牧州不远 便到北门 去转过西门 便是乌龙岭 宋江听了大喜 随即叫去银雾 赏了银路老儿 留在寨中 又着人 与酒饭管带 此日 宋江请起铜书蜜 手把铜炉县 宋江自印军马 亲来牧州城下 两面加工 可取乌龙岭关爱 铜冠便叫宋先锋 分兵拨将 宋江亲自带领 正偏将一十二元 取小路进发 铜书蜜不领兵马 大路而进 宋江所在那十二元氏 花蓉 秦明 鲁志申 武松 代宗 李逵 樊瑞 王英 护三娘 相冲 李滚 灵阵 有诗为证 山岭崎岖绕绕木舟 笋兵折将 众堪忧 若非顾老为向导 因得其功 请客收 话说当下 宋江亲自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元 随行马步军兵一万人数 跟着引路老儿便行 马斋鸾岭 军士贤眉急走 至小半岭 已有一伙军兵拦路 宋江便叫 李逵 向冲 李滚 冲杀 入去 与有三五百首陆贼兵 都被李逵等杀尽 四更前后 已到东莞 本处首把将 武英兴 听得宋兵 已透过东莞 思量部下 只有三千人马 如何迎敌德 当时一红都走了 进回牧州 鲍鱼 祖成相等官知道 尽被宋江军兵 思越小路 已透过乌龙岭这边 进到东莞来了 祖士远听了大经 集聚众将商议 宋江已令炮手临阵 放弃连珠炮 乌龙岭上寨中 石宝等听得大经 即使指挥白钦 引军探时 见宋江旗号 遍天遍地 摆满山林 即退回岭上寨中 报与石宝等官 石宝便道 既然朝廷不发救兵 我等只坚守关爱 不要去救 邓元爵便道 元帅诧疑 如今若不调兵 就应牧州 也自有可 他或内院有失 我等亦不能保 你不去时 我自去就应牧州 石宝苦劝不住 邓元爵点了五千人马 抄了禅杖 带领夏侯城 夏岭去了 且说宋江引兵到了东莞 且不去打牧州 先来去乌龙岭关爱 却正好撞着邓元爵 军马渐进 两军相迎 邓元爵当先出马挑战 花容看见 便向宋江耳边滴滴道 此人则出如此如此可惑 宋江点头道 是 就嘱咐了秦明 两将都会议了 秦明首先出马 便和邓元爵交战 到达五六河 秦明回马便走 众军各自东西四散 邓元爵看见秦明输了 道偏了秦明 静奔来捉宋江 原来花容已准备了 护持着宋江 只待邓元爵来得较劲 花容满满地攀着弓 去着亲切 找面门上搜的一箭 公开满月 箭发流星 正中邓元爵面门 坠下马去 被众军杀死 一起卷杀龙来 南兵大败 夏侯城抵敌不住 便奔木舟去了 宋兵直杀到乌龙岭边 领上雷木炮石 打僵下来 不能上去 宋兵却杀转来 先打木舟 且说 祖丞相见首将夏侯城逃来 报说 宋兵已渡过东莞 杀了邓国师 即日来打木舟 祖师远听了 便拆人同夏侯城 去清西大内 请楼丞相 入朝起奏 现今宋兵 已从小路透过到东莞 前来攻打木舟甚及 其我王早发军兵就应 持言避至师县 方辣听了大经 即宣殿内太尉郑彪 典宇一万五千御林军马 兴夜去九木舟 邓彪奏道 陈领圣旨 其请天师同行侧应 可敌宋江 方辣准奏 便宣灵应天师 包道乙 当时宣召天师 直至殿下面君 包道乙打了其手 方辣传指道 今北宋江兵马 看看侵犯寡人地面 累次献了城池兵将 吉木宋兵 险今聚到木舟 渴望天师 阐阳道法 护国救民 以保江山社稷 包天师奏道 主上宽心 贫道不才 凭胸中之学识 掌陛下之红符 一扫宋江兵马 死无葬身之地 方辣大喜 赐座社宴管带 包道乙引言罢 此地出巢 包天师便和正标 夏侯城商议起军 原来这包道乙 祖是金华山中人 幼年出家 学左道之法 向后跟了方辣 谋判造反 以邪作证 但与交锋 必使妖法害人 有一口宝剑 号为玄天混元剑 能飞百步取人 协助方辣 行不仁之事 因此尊为 灵应天师 那正标 原是雾州 兰西县都头出身 自幼时的 枪棒灌熟 遭继方辣 做到殿帅太尉 酷爱道法 礼拜包道以为师 许得他许多法术在身 但与厮杀之处 必有云气相随 因此人呼为正魔君 这夏侯城 亦是雾州山中人 原是猎户出身 贯士钢叉 自来随着祖丞相 管领穆州 当日三个 在殿帅府中 商议起君 门历报道 由司天太监 蒲文英 来见天师 问其来故 蒲文英说道 闻之天师 与太尉将军三位 提兵去和宋兵战 闻英夜观前向 南方将星 皆是无光 宋江等将星 尚有一半明朗者 天师此行虽好 只恐不利 何不回奏主上 商量头败为上 且解一国之恶 包天师听了大怒 撤出玄天混元剑 把这蒲文英 一剑挥为两段 急动文书 深奏朝廷去气 不在话下 夭师为正 文英沾完 极精详 近剑之眼 亦一善良 妖道不知天命在 怒将雄剑 斩身亡 当下便遣 邓标为先锋 调前部军马 出城前进 包天师为中军 下侯城坐河后 军马进发 来救穆州 且说 宋江兵将攻打 穆州 未见次第 忽文探马报来 清晰救军到了 宋江听罢 便拆王矮虎 一仗清两个 出哨迎敌 夫妻二人 带领三千马军 投清晰路上来 正迎着正标 首先出马 便与王矮虎交战 两个更不打话 排开阵势 骄马变斗 才到八九合 只见正标口里 念念有词 鹤声道 急 就头盔顶上 流出一道黑气来 黑气之中 立着一个金甲天神 手持降魔保楚 从半空里打僵下来 王矮虎看见 吃了一惊 手忙脚乱 施了枪法 被正魔君 一枪戳下马去 仪仗清看见 戳了他丈夫落马 急舞双刀去救时 正标便来交战 略斗一合 正标回马便走 仪仗清要报丈夫之仇 急赶将来 正魔君 振住铁枪 疏手去身边 锦带内 摸出一块 镀金铜砖 扭回身 看着一丈 清面门上 纸一砖 打落下马而死 可怜能战家人 到此一场春梦 有失哀晚为正 花朵容颜 妙更新 捐躯报国 静王身 老夫西德 春秋笔 女辈忠良 传此人 歌迹森严 十里周 单枪赌马 雪夫仇 一劫十路 望君者 斩卷闻风 岂不休 那正魔君 招转军马 却敢送兵 送兵大败 回见宋江 诉说 王矮虎一丈轻 都被正魔君 戳打伤死 带去军兵 折起大半 宋江清德 又折了王矮虎 一丈轻 心中大怒 即点起军马 引了李逵 向冲 李滚 带了五千人马 前去迎敌 早见正魔君 兵马已到 宋江怒气田兄 拒尔当先出马 大贺正标道 逆贼怎敢杀五二将 正标便提枪出马 要战宋江 李逵见了大怒 拿起两把板斧 便飞奔出来 向冲离滚 急舞满牌遮户 三个直冲杀入 正标怀里去 那正魔君回马便走 三个直赶入南兵镇里去 宋江恐折了李逵 急招起五千人马 一起掩杀 南兵四散奔走 宋江且叫明金收兵 两个牌手当的李逵回来 只见四下里乌云照合 黑气漫天 不分南北东西 白昼如夜 宋江军马 前无去路 但见 阴云四合 黑雾漫天 下一阵风雨滂沱 起树声 怒雷猛烈 山川阵洞 高地浑似天崩 西见癫狂 左右 雀如地线 悲悲鬼哭 滚滚神嚎 定睛不见 半分影 满耳为闻 千树响 宋江军兵 当被正魔军士妖法 黑暗了天地 迷宗失路 众江军兵 南巡路径 撞到一个去处 黑漫漫 不见一物 本部军兵 自乱起来 宋江仰天探阅 莫非 无当死于此地义 从四十直至魏牌 方才云起气清 黑雾消散 看见一周遭 都是金甲大汉 团团围住 宋江兵马 伏地受死 宋江见了 下马受降 之称 其次早死 伏于地下 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 却不见人 手下众军将士 都掩面受死 只等刀来砍杀 虚于风雨过处 宋江却见刀不砍来 有一人来掺宋江 口称 请起 宋江抬头 仰脸看时 只见面前一个秀才来福 看那人时 怎生打扮 但见 头裹乌纱 软脚糖金 身穿白锣 圆岭梁山 腰记乌西 金厅树袋 足穿四缝 干燥朝靴 面如腹粉 唇若涂朱 堂堂七尺之躯 楚楚三巡之上 若非上界灵观 定是九天尽事 宋江见了诗经 起身续礼 便问 秀才高姓大名 那秀才答道 小生姓少明俊 土居于此 今特来报之义事 方十三气数将近 旨在寻日可破 小生多曾与义事出力 今虽受困 就兵已至 义事知否 宋江再问道 先生 方十三气数 何时可获 少秀才把手一推 宋江忽然惊觉 乃是南科一梦 兴来看时 面前亦周遭大汗 却原来都是松树 宋江大叫 军将起来 巡路出去 此时云收雾连 天朗气清 只听得松树外面 发寒起来 宋江便领起军兵 从里面杀出去时 早望见鲁智深 武松 一路杀来 正与邓彪交手 那包天师在马上 见武松使两口戒刀 步行直取正彪 包道椅 便向翘中 撤出那口 玄天会员剑来 从空飞下 从空飞下 正砍中武松 左臂 血晕倒了 却得鲁智深 一条缠杖 奋力打入去 救得武松时 已自左臂 砍得零丁 将断 却夺得他那口 混原剑 武松 醒来 看见左臂 一折 零丁 将断 一发自把 戒刀割断了 宋江先叫军孝 扶宋 回寨江西 鲁智深 却杀入后阵去 正遇着夏侯城 交战 两个斗了 树河 夏侯城 败走 鲁智深 一条缠杖 直打入去 南军四散 夏侯城 便往山林中奔走 鲁智深不舍 赶入深山里去了 且说 正魔君纳斯 又引兵赶将来 宋江阵内 李逵 向冲 李滚三个剑了 便捂起 蛮牌 飞刀 镖枪 板斧 一起冲杀入去 那正魔君 迎敌不过 越岭 渡西而走 三个不识路径 要在 宋江面前 逞能 死命赶过西去 紧追正标 西西岸边 抢出三千军来 截断 宋兵 想冲几回时 早被岸边 两将拦住 便叫 李逵 李滚时 已过西 赶正标去了 不想前面 西剑 右身 李滚 先一跤 跌翻在 西里 被南军乱 剑射死 向冲 急钻向岸来 又被绳索 半翻 却待要 挣扎 众军乱上 剁成肉泥 可怜 李滚 向冲 到此 英雄 怎死 只有李逵 独自一个 赶入深山里 去了 西边 军马 随后 席将去 未经 办理 背后 喊声 震起 却是 花容 勤名 樊瑞 三将 引军来救 杀散南军 赶入 深山 救得李逵回来 只不见了 鲁智深 众将回来 参见宋江 诉说 追赶正摩军 过膝厮杀 折了 相冲 李滚 只救了 李逵回来 宋江听罢 痛哭不止 整点军兵 折起 一庭 又不见了 陆志深 武松 已折了 左臂 宋江 正哭之间 探马 报道 军师无用 和官圣 李应 朱童 阴顺马林 提一万军兵 从水陆到来 宋江 迎见 无用等 便问来情 无用答道 童书密 自有随行军马 禀大将王禀 赵坛 都督流光氏 又领军马 已到乌龙岭下 直留下 旅方 郭胜 裴轩 蒋 静 蔡福 蔡庆 渡兴 玉宝寺 并水军头领 李俊 阮小五 阮小七 同为同盟等 一十三人 其余都跟无用 到此侧应 宋江苏说 折了将座 吴松 已成废人 鲁智 身又不知去向 不由我不伤感 吴用劝道 兄长 且一开怀 吉木正是 秦桌 芯桌 芳辣之时 只以国家 大势为重 不可念 弟兄之情 忧损贵体 宋江指着 许多松树 说 梦中之事 与军师之道 无用道 既然有此 灵验之梦 莫非此处 方于妙语 有灵显之神 故来 护佑兄长 宋江乃言 君师所见 吉荡 就与足下 进山寻访 无用当与宋江 信步行入山林 未及半见之地 松树林中 早见一所庙宇 金书匾额 上写 乌龙神庙 宋江无用入庙 上殿看食 吃了一惊 殿上宿的龙君圣像 正和梦中见者 无异 宋江再败 肯谢道 多蒙龙君神圣 救护之恩 未能报谢 望其神灵助威 若平复了方拉 竟当一力 深奏朝廷 重建庙宇 甲风圣号 宋江无用 拜坝下街 看那石碑石 神乃唐朝已尽事 姓少明俊 应举不地 坠江而死 天地连其中职 赐作龙神 本处人民 齐风得风 齐雨得雨 因此建立庙宇 四时响祭 宋江看了 随即呼取 乌珠白羊 祭祀已毙 出庙来再看背戏 简周遭松树险化 可谓易事 直至如今 严州北门外 有乌龙大王庙 一名万松林 古迹尚存 有诗为证 万松林里乌龙主 梦显殷灵助诵江 为报将军莫愁畅 方家不日便投降 且说 宋江谢了龙君庇佑之恩 出庙上马 回到中军寨内 便于无用商议 敌军之法 打木舟之策 坐至半夜 宋江觉到神思困倦 伏击而卧 只闻一人报约 有少秀才相访 宋江急忙起身 出仗迎接时 只见少龙君 常依宋江道 昨日若非小声救护 松树已被包到 以坐起邪法 松树化人 擒桌足下矣 世间深感祭奠之礼 特来致谢 就行报之 牧舟来日可破 方十三寻日可擒 宋江正代邀请入仗再问间 忽被风声一脚 撒人掘雷 又是一梦 宋江急请军师圆梦 说之其事 无用道 即使龙君如此显灵 来日便可进兵攻打 牧舟 宋江道 言之极荡 至天明 传下军令 点起大队人马 攻取牧舟 便拆燕顺马林 守住乌龙岭 这条大路 却令官圣花荣 秦明诸同 四元正将 当先进兵 来取牧舟 便往北门攻打 去令灵阵 释放九香 子母等火炮 只打入城去 那火炮飞江起去 镇得天崩地洞 越汉山摇 城中军马 经得浑霄破丧 不杀自乱 且说 包天师正摩军后军 已被鲁智身 杀散追赶 下侯城 不知下落 那时 已将军马 退入城中 囤住 却和右丞相 祖室远 参政沈寿 签书还议 元帅谈高 守将 五英星等商议 送兵已至 何以解救 祖室远道 自古兵临城下 降至豪边 若不死战 何以解之 打破城池 必然擒祸 势在危恶 尽须向前 当下正摩军 因着谭高 五英星 并崖将 十数元 领精兵一万 开放城门 与宋江对敌 宋江 叫把军马 略退半剑之地 让他军马 出城百列 那包天师 拿着把交椅 坐在城头上 祖丞相 沈参政 并还签书 接坐在 敌楼上看 正摩军便 挺枪越马 出阵 宋江镇上 大刀观胜 出马五刀 来占正标 二将交马 斗不述和 那正标 如何敌得观胜 只办得 价格遮拦 左右躲闪 这包道仪 正在城头上看了 便坐腰法 口中念念有词 贺声道 急 念着那助纣法 吹口气去 正摩军头上 滚出一道黑气 黑气中间 显出一尊金甲神人 首提降摩宝楚 望空打江下来 南军队里 荡起昏灯灯黑云来 宋江见了 便唤 浑世摩王 樊瑞来看 急令做法 并自念天书上 回风破暗的 秘咒秘诀 只见观胜头盔上 早卷起一道白云 白云之中 也显出一尊神将 怎生模样 但见 清脸獠牙红发 金窥碧眼英雄 手把铁锤刚早 坐下吻跨乌龙 这尊天神 骑一条乌龙 手指铁锤 去站正摩军头上 那尊金甲神人 下面两军呐喊 二将交锋 站无数核 只见上面那骑乌龙的天将 站退了金甲神人 下面观胜 一刀砍了正摩军于马下 包到一件宋军中 风起雷响 击带起身时 被灵阵放起一个轰天炮 一个火弹子 正打中包天师 头盒身躯击得粉碎 南兵大败 尝试杀入木舟 朱童把元帅谭高 一枪戳在马下 李应飞刀杀死守将 五英星 木舟城下 建议火炮打中了包天师身躯 南军都滚下城去了 宋将军马已杀入城 众将一发向前 升勤了祖成相 沈参政 还签书 其余牙将 不问姓名 就被宋兵杀死 宋将等入城 先把火烧了方腊行攻 所有金箔 就赏予了三军重将 便出榜文 安抚了百姓 赏物字典军未了 探马非暴将来 西门乌龙岭上 马林被白钦一标枪标下去 石宝赶上附了一刀 把马林剁作两段 烟顺见了 便向前来战时 又被石宝纳斯 一流行锤打死 石宝得胜 吉木引军成士杀来 宋将清德 又折了烟顺马林 恶腕痛哭不尽 急拆官圣花容 秦明诸同四元正将 迎敌石宝白钦 就要去乌龙岭关爱 不是这四元将来乌龙岭厮杀 有分教 清西县里薛平孝聚贼兵 帮员洞中 或捉草头天子 指教宋江等 名标青石千年载 功波青石万故传 指使御岭关前师勇猛 清晰洞里显功名 毕竟宋江等 怎得用功赢敌 且听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 折了六元将佐 王英 护三娘 向冲 李滚 马林 燕顺 明镯 ... 感谢观看